好啦 這個階段我一開始特別翹了這首歌曲 叫做 它是戴沛你的透氣 那為什麼要選這首歌呢 你知道嗎 你懂我懂 大家都懂 好啦 其實在那時候超級星光大道第六屆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你這首歌的表演 就是透氣 對 這首歌呢 如果你剛有仔細聽的話 就會覺得它真的非常難唱 而且我覺得你的那種 我覺得能夠抓到那種 難難自語啊 那種很活在自己世界當中的那種口氣 真的是很厲害 對 因為我就是一個活在自己世界的女人 沒有吧 因為它真的 這首歌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不管是它整個曲調的調性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慵懶跟搖擺的東西 它就很刺中我的要害 就是當我一聽到這首歌我就覺得 哎 唱定了 好險沒人跟我搶 因為它是一個怪哥 對 因為我覺得戴沛你 它就是有一種說故事的能力 然後它那個 我覺得好像跟你的個性有點像 有點像 有點像 就是 其實 對我來講唱歌就是說故事 對 你要怎麼樣說故事給別人聽 然後你要怎麼樣說的 是你自己的故事 不是你代替別人講 對 對 這是很難嘛 因為明明歌詞都一樣 你要怎麼樣呈現自己的樣子 但當時那時候在唱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選這首歌風險很高 因為這首歌並沒有像一般人覺得所謂的就是 好像很大氣啊 要飆高音啊 對 還是要怎麼樣就是能夠得分的關鍵 好像都沒有 然後所以那時候其實我也是在一個 覺得說好 讀一把的情緒之下 我想要選我最愛的歌 然後我就選了它 我那時候海選也是唱這首 很好玩 海選我是唱這首 然後所以後來就是 這首歌也是很難得得到 我有史以來最高分 這也會讓我覺得有一種 我又被嘉獎到的感覺 就是有點印證 那時候我唱完這首歌 然後得到那個分數之後 其實我才真的下定決心 要走唱歌這條路 因為我覺得 我做的決定好像是沒有錯 因為我一開始是擔心 這首歌很難 很難詮釋又很難得分 那說不定我就會在這一場 拜拜了 真的 因為其實像是 以前在看星光大道話都會覺得說 哇 每個歌手他在選歌的時候 都是挑那種 傳唱度很高的 大家耳熟能想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唱你自己喜歡的歌的話 不見得能夠拿高分 對對對 因為還是有風險啦 然後第一個可能 也許大家都沒聽過這首歌 之類的 我不太確定 然後 但是 當你真的做了一個選擇 我覺得這就跟人生一樣 當你冒了險 你突破了你自己那一關 然後你做出了這個選擇 之後 你得到了印證 你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之後 你就更加確定 這是你要走的路 而且完全超級加分的 謝謝 好 你 你 動了 我 你 ? 感谢观看